据说有个倒霉鬼在洗澡时 不慎将吹风机落在了浴缸中 结果发生了漏电导致当场开袭 并且在电影中 鬼娃就用这种方法将主人垫成了烤肉 为了验证电气掉落浴缸是否会产生致命电流 留言组决定进行真人测试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亚当只能用凝胶制作了一个仿真假人 因为这种材质的导电性与人体一致 同时为了判断假人的生死情况 他们在心脏位置插入了两块电极 而电极的另一端连接了点火装置 由于人心脏电机的致命电流为6毫安 所以实验中通过的电流一旦超过这个数值 装置就会产生火光 这就意味着浴缸中的人会当场开袭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首先将通电的吹风机 放置在浴缸上方的平台上 然后亚当躲在门口拉动了释放的绳索 当吹风机掉落浴缸的瞬间 烟火装置立马发生了爆燃 同时传感器显示通过假人身体的电流 达到了8.5毫安 这要是哪位粉丝躺在这个浴缸中 估计这辈子都值了 紧接着他们又拿出 女友们常用的卷发棒进行了测试 然而这次却没能引爆烟火 而且检测到的电流也只有6.5毫安 虽然这个数值不足以当场开袭 但会使人全身肌肉麻痹 而这种情况下 躺在浴缸中的人被困住就只能等死了 之后他们继续将收音机和电运斗 分别丢进了浴缸 但无一例外都能置人死地 并且电流更是达到14和32毫安 可见电器掉进浴缸确实会造成致命电机 但考虑到很多粉丝都喜欢在泡澡的时候尿尿 而混有尿液的洗澡水会有更强的导电性 可这样又会不会达到电影中一样变成熟人的效果呢 接下来吉米在含有沐浴露的浴缸中 倒入了一杯新鲜尿液 同时还在水中加入了少量盐水 以此来模拟真实的洗澡水成分 而当吹风机再次掉落浴缸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电流竟然高达1安培 如此大的电流很快就能将人体烧焦 所以大家在洗澡时千万不要使用电器 不然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熟人了 据说如果炸药被水泥封住 爆炸的时候就会失去威力 而电影中就有过这样的情节 恐怖分子将装有38公斤炸药的面包车停在了市区 为了压制炸药的杀伤力 主角将14吨水泥灌入了面包车里 而当炸药爆炸时 周围并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难道水泥真的可以抑制爆炸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亚当背着老丈人将他新买的面包车带到了实验场 并决定用他们进行爆炸实验 看同等炸药剂量下 在空车和灌满水泥的车里 哪种爆炸的威力更大 而实验将分成两组进行 首先进行的是空车对照实验 亚当按照电影中的场景将警车布置在相同的位置 而几米则将38公斤的炸药安放在车厢里 本次实验将从两个维度来对比爆炸的威力 第一个是测试爆炸弹片的杀伤力 由于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将木质甲人布置在距离汽车9米的圆周上 通过捕捉弹片的数量来衡量爆炸的威力 而另一个维度就是测试冲击波的压力大小 因为爆炸能量大多数是以冲击波的形式传播 只要将这种压力传感器放置在不同距离的位置 通过电脑就能计算出冲击波的大小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防爆屋按下了起爆按钮 强烈的爆炸下的两人虎曲一阵 汽车也在瞬间被炸得灰飞烟灭 而周围的甲人更是无疑幸免 甚至连76米外的压力传感器也遭到了破坏 整个爆炸的碎片区域半径达到了205米 显然这样的威力远超他们的想象 那如果在车内灌满14吨水泥 效果又会如何呢 这次他们决定用导演的爱车进行测试 并将同等重量的炸药分成两份 分别用木桌固定在汽车的中央 以此避免炸药浮出水泥 同样在周围布置好甲人后 他们开始往车厢里浇灌水泥 这十分下饭的场景让亚当忍不住要大吃一惊 但很快几米就暂停了实验 因为木桌下面的炸药被水泥冲了出来 而此时水泥已经灌满半个车厢 导致他们无法打开车门 为了实验的顺利进行 几米锯开了车厢的木板 并缩使亚当钻了进去 因为车厢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 让人窒息的65摄氏度 亚当重新调整了炸药的位置 并用木板进行了加固 当14吨水泥全部灌满之后 整个车厢被压得趴在了地上 为了避免水泥凝固影响实验效果 亚当立即按下了起爆按钮 但让人大跌眼近的是 38公斤炸药的爆炸效果居然和电影中一样 周围的假人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难道水泥真的可以抑制爆炸的威力吗 可就在他们收拾现场准备收工时 亚当意外在水泥中发现没有引爆的炸药 原来导报所脱落 导致只有很小部分炸药被引爆 于是亚当向朋友借来一辆新的面包车 他们决定重新开始实验 而为了保证炸药成功被引爆 吉米用木板制作了一个炸药箱 并且固定在车厢中央 当水泥重新灌满车厢后 他们再次开始引爆炸药 这次爆炸的威力是否会被水泥抑制呢 随着一声巨响 汽车被炸得粉身碎骨 中间只剩下一个弹坑 假人也全都变成了残枝断壁 很明显这才是它的真正威力 而通过和空车的爆炸进行对比 被水泥封住的爆炸在水平方向 并没有明显的冲击波 碎片散落的区域也不到之前的一半 所以水泥并不能抑制爆炸的威力 只是改变了能量释放的方向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这位大姐说老公上厕所时将烟头丢进马桶 结果马桶发生爆炸将人崩飞并失去了小弟弟 难道马桶爆炸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大姐说的爆炸有没有可能发生 刘烟族打算亲自试一试 首先他们来到了马桶市场 左挑右选之后 终于花大价钱买下了这个味道很上头的二手马桶 但由于没人愿意失去自己的小弟弟 他们只能再拼兮兮买了一个假人 看马桶爆炸能否将它崩飞 由于假人的手指不能活动 秦里为他制作了一个可以遥控的机械手 用来模拟丢烟头的动作 而为避免出现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 两人用聚碳酸树枝材料打造了一个防暴屋 接下来他们来到专业爆破场地 将所有道具安装在合适位置 考虑到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们还请来了救护人员随时待命 为了更好展现马桶的爆炸效果 本次实验将分别用不同的易燃物体挨个测试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首先进行的是人类高质量男性必备发酵 对准马桶喷完一整瓶发酵之后 一气发出警报表示已经达到爆炸浓度 警理按下遥控释放了假人手中的烟头 但马桶没有任何动静 紧接着他们使用杀虫剂再次进行实验 然而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烟头掉进马桶直接熄灭了 由此可见 烟头的火星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使两种气体爆炸 那如果直接用燃烧的火柴 又能否点燃马桶里的气体发生爆炸呢 这一次警理双管齐下 将发胶和杀虫剂全部喷在马桶里 然后释放点燃的火柴 虽然只有扑了一声 但马桶终于有了反应 随后他们拿出易燃性更高的钉丸 当火柴掉落的瞬间 随着砰的一声 马桶里冒出三英尺高的火苗 但威力远没有达到将假人炸飞的效果 眼看流言就要被终结 吉米戴上防毒面具 直接将一大罐汽油倒进马桶 然后把烟头丢了下去 只听见虚的一声 烟头居然熄灭了 亚当拿起遥控器准备用火柴再试一次 里面的汽油瞬间被点燃 但也只是燃烧 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爆炸 最多也就将屁股烤熟 为了能让马桶发生爆炸 最终两人祭出了大杀器 黑火药 他又能否将人炸飞呢 但救护人员担心黑火药威力太大 要求吉米先做个小测试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展示完威力之后 两人将假人按照蹲厕所的姿势摆在马桶上 随后在他的裤裆下到满一整罐黑火药 关好门后吉米按下了遥控开关 剧烈的爆炸直接将防爆屋炸飞 但假人老兄除了屁股被烧焦以外 没有任何受伤 依然以优雅的姿势坐在马桶之上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上厕所了 据说用六颗子弹的火药塞进门锁里 就能炸开肛门 并且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 男主为了挽救被绑架的男孩 徒手掰开了六颗子弹 并用布料将火药包好塞进锁眼 然后推进一枚空弹头 当他用枪托敲击敌火时 肛门就被炸开了 在现实中这种方法真的可行吗 可很多粉丝认为 直接射击门锁就能打开 为了验证哪种方法效果更好 于是留言组决定做一个对照实验 首先托瑞找来一扇电影中同款肛门 然后将手枪固定在距离门锁30厘米的位置 为了防止跳弹造成伤害 他们在防暴时扣动了扳机 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子弹直接击穿了门锁 并且导致肛门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打开 既然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是 电影中为什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子弹呢 难道导演的脑子嗅痘了吗 但本次实验的重点是 验证电影中做法的可行性 接下来留言组需要按照电影中的方式 取出里面的火药 但托瑞用上了牙齿也没能将子弹掰开 显然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幼稚的 那么用手枪敲击子弹的敌火 又能否点燃火药呢 之后他们将子弹插入桌面的小孔 然后用枪把开始敲击 而为了保证安全 他们提前取出了里面的火药 然而弹壳都被敲点了 敌火还是没有被点燃 因为敌火需要特定的撞针精准撞击才能被激发 那六颗子弹的火药能否炸开门锁呢 下面他们开始了真正的实验 海莉在枪把手底部安装了类似的撞针 而格兰则打造了一个机械摆壁 将手枪固定在摆壁的末端 借助重力就能让撞针撞击敌火 从而达到引爆火药的目的 通过拆解子弹托瑞发现 六颗子弹的火药剂量只有30颗 那么他真的能将钢门炸开吗 下面他们将粉丝的钢门带到了试验场地 将30颗火药用碎布包裹起来 然后塞进了锁口 格兰将摆壁装置安装好 并让撞针对准敌火 一切准备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屋释放了摆壁 虽然撞针精准撞击了敌火 可火药并没有发生爆炸 托瑞认为是布料阻挡了火药的燃烧 于是他们直接将弹壳插入到火药中 但再次实验依然以失败收场 此时格兰突然发现 现代子弹使用的都是无烟火药 而电影中手枪子弹用的是黑火药 并且威力更强 于是他们重新换成了黑火药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当格兰释放摆锤的绳索 火药终于发生了爆炸 但门锁并没有被炸开 显然这样的火药剂量远远不够 为了让粉丝的钢门彻底开花 他们决定加大火药剂量 直到钢门里被塞入了600颗黑火药 而为了确保安全 这次采用远程电子引爆的方式进行 随着一阵火花四溅 这次钢门终于被炸开了 但使用的火药剂量 却是电影中的20倍 所以电影里都是骗人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